請你跟我這樣過 健忘失憶 想不透 我的下一句是什麼咧 想到了 喘了...是什麼妳說可以 未老先摔好難過 你的這個症狀喔 如果繼續下去該怎麼辦 怎麼辦呢 怎麼辦 你有見過熟人 卻不記得名字的情形嗎 還是每天都會忘記大鑰匙呢 更誇張的是 還會常常忘記回家的路 我的天啊 記性怎麼會那麼差 你以為只是年紀大了嗎 還是被生活上一些毒素所害的 抑或是吃錯了食物 還是真的生病了呢 今天我們就要為你一一破解 記憶力退化的殺手喔 我們邀請到精神科醫師陳久明 營養師李婉萍 必要記者洪素欣 以及三位超健忘的特別來賓 潘慧如 Julie 紹婷 和來一起提高記憶力 不讓美好回憶溜走喔 有一個店舖就發現啊 像是都市年輕的這種白領族啊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 都覺得說 自己真的是常常忘東忘西 而且最常忘記的就是 熟人的名字了 熟人的名字會忘記啊 而且的確 女生多於男性 你該不會今天回到她家以後 看到大頂 這哪家的小孩啊 怎麼可能 不會喔 這叫做老人失智喔 好不好 不會的啦 不會啦 但是你看啊 我們這些症狀其實有些大大小小 深深淺淺大家聽起來 好像有些影子 我們也曾經這麼犯過對不對 不會擔心嗎 如果會擔心的話 今天我們來證視這個問題 對 而且好像 往往就有很多的因素 會導致記憶力不好對不對 會喔 所以先來做一下檢測對不對 這麼重啊 一開始就要 一開始就要嗎 你就一定是記憶力衰退 還是數學不好 或是腦子有問題 對啊 可能都會檢查出來 天啊 這個來 大家還是要正視自己的狀況 好 那陳醫師 就麻煩你了 是 這是我們在神經檢測 時常用的檢測短期記憶 理論上五十歲以前喔 就是三分鐘後 就是這個七個數字 是都要匯 這其實也很簡單啦 七個數字 就是你附送七個數字 然後把它記住三分鐘 然後在我們交談之後 你再把七個數字講出來 還要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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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六十歲啦 好 我想很簡單啦 就 然後大家把它記住 我們待會再來 把這個再附送一遍而已 其實很簡單 五十歲以前都要保有 這七個數字才對 給十一秒鐘大家記一下 好 OK 可以了嗎 時間到 好的 其實有的說我們啊 都會遇到那種記憶力 好像不太好 突然就忘記什麼事情 都想不起來這種案例 來...第一個 從最有信心之後 正在背的 來 慧如 慧如 你什麼時候有這個感覺過 記憶力突然變 記憶力突然變 有沒有 趕快啦 我曾經有過一次 是最近才發生的 真的太糗了 就是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手機 然後我就拿起來跟他講話 講... 然後在講的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很口渴 然後我就去開冰箱 然後要拿杯子 然後要倒牛奶 就夾著 結果後來掛斷的時候 我就說好 拜拜 然後我可能就順手放了 然後我就開始倒 然後把冰箱關起來 然後走到客機想說 我的電話咧 找不到了 電話咧 我的電話去哪裡了 然後就怎麼找都找不到 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好 那我用家用電話 打我手機號碼 就循那個聲音 結果在冰箱裡 我最近常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在做一件事情 你不能跟我講話 比如說你拿一張紙給我 你就說這個是記憶板給你 這樣子你拿給我對不對 然後我如果剛好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完全忘記 我有拿過這個東西放在哪裡 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 真的啊 然後你會跟我講說 我剛剛有給你東西 我會完全失憶 真的耶 會完全失憶 我會完全失憶 譬如 你有曾經忘了什麼東西 你有失憶了 你失憶了 失憶了 我為什麼要講話 可是我也是在寫東西的時候 沒有辦法跟人家對話耶 真的嗎 就算是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家裡地址 那個倒背如流的東西喔 就是我寫到一半 別人跟我講話 我就回來之後 我會忘記我要寫什麼 對 我會忘記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所以岔開了 妳身分證字號最後三碼是 581 我們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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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機喔 很快耶 我們拉一點別的好不好 還是聊一下失憶的狀況吧 凡哥生日是 什麼東西 0216 0216 大家記住嗎 0216 沒有... 沒有... 沒有 其實我覺得真的 三分鐘到了吧 等一下... 不是 你們兩個都聊Story 還沒聊啊 還完了 三分鐘了吧 沒有... 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其實生完小孩 我真的有覺得 就是那個記憶力差很多 我覺得因為可能 瑣碎的事情多了 我就更沒有辦法 專心去記事情 就常常你就是 交代的事情 我也是完全會不記得 會這樣吧 對不對 而且我出門的時候 我就常常會這樣子 我出門了以後 你是出門忘了帶錢包 我就會覺得說 我出門忘了帶什麼 這樣子 結果我老公還在房子裡面 因為不是 忘了帶好 不是 因為我跟妳講的原因 是為什麼 因為我太習慣常 我自己要幹嘛 就很快速的走 就有時候我要跟她 她就講說 她說那我是幹嘛呢 就是我會把她留在那裡 或是開車也是 我自己開車的話 那如果說我是坐後面啊 那我老公不是坐我旁邊嗎 我也是下車 我就直接把車門關上 然後她就會很 很小 很小 凡哥在妳心裡好沒分量 她不止兩次被我車門打到 你相信嗎 她氣死了 然後她想說我再也 我再也不跟你同一邊下車了 你知道我真的就走了 然後去按電梯 發現後面沒人 沒人 就我覺得就是說 有可能真的當了媽媽之後 要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也沒辦法去專心 這到底是記憶力退化 還是我們心補在焉 有時候很難分辨 對啊 很難界定 你知道嗎 就好像有時候 像我去繳停車費 繳完之後 我上了車 因為你要抽卡 然後回來就上了車 然後開到那個柵欄門口 卡不見了 不是 我跟你講 在野找不到她了對不對 找不到 我翻遍了 找不到 最後我想說 我就循著原路回去找 然後地上一直拚命找 找完了 對 因為我想說 是不是掉在路徑上面嗎 沒有 通通沒有 最後在那個繳廢機上面 我沒有抽出來 就很奇怪 很多人都會這樣 常常會這樣 因為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你剛才講 心不在焉 那我就要講 其實注意力的 記憶力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訊息的登入 也就是注意力 就是注意力好跟不好 其實跟大腦的功能 還是有關係 還是有關係 所以那些很有名的科學家 他們對於他們專注的事情 都注意力非常之好 所以像夕陽期的一些期王 像殘局 他們都可以背幾百個幾千個這樣子 知道 基本上 他們是可以下那個局 然後他可以用腦海去記得 剛剛是怎麼走走走走 怎麼走走到現在 好厲害 對 聽說你坐高鐵也曾經烏龍 那天剛好他們打電話來問說 你最近有沒有記憶力不好的事情 我說我忘了 我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後結果 就讓他們說 那你想一下晚點再告訴我 然後我就好 我就去工作 結果我那天要去那個 我一直覺得我要去台中 做一個活動 一個尾牙 然後我還提早出門喔 我就原本可能五點要到 我大概三點多就到了 我就到了台中高鐵站 我就在那邊上廁所 然後公安公司電話來了 說 少婷 你到了嗎 我說 我已經到台中囉 還很得意 我今天寶到喔 他說 真的 那你離我們很近 所以你什麼時候會到新竹 根本完全記錯 我說 不是台中嗎 他說沒有啊 是新竹啊 而且他前天我還跟他對過說 我們的地點是在新竹 我就說 那個活動力也在哪裡 然後他說在新竹 我說好 那我坐到新竹站 然後我就拿手機出來看 那個訊息還真的是這樣 可是我就沒有把它抄到 我的本子上 所以我就是覺得是在台中 哇 老神又傷財 又多做了 對啊 一趟收到台中的錢 我都可以新竹來回了 哇厲害 他剛剛講之後我忽然想到一個 你知道為什麼 我在錄這個節目我都找到 沒有遲到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我最近記憶真的很差 從我們家到這邊來 就只有一條路可以到 可是我 五次都走不一樣的路 而且我 五次裡面會有四次都迷路 所以妳要提早出門 對 我一定會提早出門 我今天還找不到半個小時耶 就是我那個路永遠記不起來 你知道我助理也告訴過我 我經紀人也告訴過我 不知道耶 那妳人生其實是厲害的啊 妳人生有三分之一都在找路啊 對 很厲害耶 那不是這樣 不要這樣 我還有用GPS耶 喔 這樣才有東西對不對 厲害 好啦 來 慧如 專心聽我講一下 好 7 3 2 6 什麼東西 不要亂開這樣 你也會耶 好啦 各位 半字大家都有了對不對 拿好 所以我們依序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這樣好不好 依序把剛剛七個字寫下來 來 觀眾朋友們 你們還記得剛剛的數字嗎 公佈解答後 趕快來檢視一下 你的記憶力是不是已經退化了喔 好了 來 1 2 3 請亮牌 1 5 2 6 4 2 9 4 2 9 那我完蛋了 4 9 8 他都會迷路試試 他都會迷路啊 重力姐 有關於8的事 迷路去哪裡啊 不是 剛剛有誰講說 1000塊然後找800塊 那好快 好啊 所以呢 我們四個人都是1526429 對不對 July姐錯兩個 怎麼評判這個記憶力的標準 基本上當然其實 記憶力當然跟我們 其實年齡是有點關係的 研究上 確實是 這個解釋不是很重聽喔 記憶力不好小心 不好意思 你要重三個年齡大 因為我們的記憶 跟我們大腦裡面 一個叫海馬回 其實是有關係 我想主持人應該聽過很多 其實我們現在對記憶的了解 包括說 我們長期記憶是記憶在這個 大腦的捏夜 大腦的捏夜 然後我們的程序記 就是我們學會怎麼騎腳踏車 我們怎麼騎腳踏車 是在這個核殼的地方 就殼殼的地方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現在做這個測驗的訊息登陸 就是在這黃色的所謂海馬的地方 這個海馬回它負責就是我們訊息的登陸 跟前面的杏仁核 它是負責恐懼的登陸 原來杏仁核就在那喔 在這裡 對啊 就在這黃色這裡 所以基本上 可是我們現在 因為研究上就是 超過30歲之後 其實你的海馬回的細胞 會以每10年損失5%的速度 一直減少 所以這也就是科學家認為說 我們記憶力一直衰退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因為海馬回的細胞 一直死亡 對啊 所以我剛才 就是出了這個題目 其實因為今天上電視 所以大家都有面子問題 動機很強 我可以預期大家大部分都會答對 其實我真正要問的問題 錯兩個它的標誌 我真正要問的問題是說 在不經提示之下 其實你在50歲以前 海馬回的功能要是OK的 也就是說 你要記得我剛才那段話的重點 我想請問的是 我剛才提到的 大腦神經的幾個核 蛤 什麼核 這是什麼 包括程序機 包括 杏仁核 杏仁核大家都知道 對啊 還有 還有核 我們共也沒在專心聽聽什麼核 對啊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這個東西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如果功能正常 在沒有經過提示之下 其實你要把訊息還是可以截取 這樣子功能才是良好 沒有我覺得那就是跟 專注力的關係 對啊 而且你要先告訴我們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就很專心聽啊 沒有 沒有講 25歲以前 他就是18歲左右 就是有一部分人會有所謂 照相式的記憶 就是你講過了 他會把你畫都記得很清楚 不是 可是我跟你講 陳醫師 因為我們剛剛呢 是在閒聊的狀態當中 所以我們就不容易記 好啦 請問我剛剛這句話 有幾個我 來 有幾個我 所以大家超忘了 是不是 是 所以 除非你要先提示 我們才會專心去記啊 而且我們都處在那個 數字背彎放鬆的狀態 對 其實沒有 一般來講我們對一個文章 有個重點 一般年紀輕人會截取得比較快 正常在50歲以前 這個其實是很容易 應該是要 都對啦 那一般來講 正背要對七個全隊 倒背只能錯一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啦 倒背只能錯一個 來 牌子放下 什麼東西 不要看喔 慧如 倒背 好難喔 9 2 4 6 2 5 1 這個厲害 全隊喔 對啊 全隊 所以這就符合你說的滿分的標準 對 這樣就是正常 正常 那Julie姐姐 我就不正常好嗎 沒有答對五個 沒有五個還OK吧 普通 對啊 這還可以啦 我生兩個 對啊 五個以下一定要看醫生 正常人是不會 一定要看醫生 就是三個 一定要看醫生 對 沒辦法附送 或者是對四個以內 那就要看醫生 記憶力減退 除了生孩子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面向 可能導致記憶力不太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錯誤的飲食習慣 殺害你的記憶力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第一個 喜歡吃油炸的 重鹹的食物 對 還好 來 這個 我超愛吃炸的耶 我是鹽酥雞代言人耶 那你愛的程度 是一個禮拜大概吃多少 我一個禮拜 我可以吃個四五天五六天 而且我好愛宵夜吃鹽酥雞 天啊 還好 很愛 然後就是吃素食店的炸雞 我也很愛 而且我們家外省人 所以吃很鹹 我吃非常鹹 就是像人家去日本好了 不都說日本食物很鹹嗎 對 我吃我反而覺得剛剛好 真的假的 很鹹耶 我可以吃完一碗拉麵 然後都不用喝水 天啊 你會喝那個湯嗎 會啊 很鹹耶 太鹹了吧 我好愛喔 這會影響嗎 陳醫師為什麼 我想其實重鹹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會引起高血壓嘛 心血管疾病 那因為就是因為過量的鹽分 它其實會傷害它的動脈 那會讓你大腦的血液功能量不足 那因為你大腦如果大腦的動脈受到傷害 它就長期取在一個缺氧跟缺血的狀況之下 當它氧氣不足的話 它的神經連結就會比較差 那我們剛才提到記憶是一種神經的共同激發 當它神經沒辦法做出連結的時候 記憶力就會受損 如果像現在小朋友年紀很輕 然後都會喜歡吃這些油炸的東西的話 他們在小的時候就會容易記憶力減退 那一般來講其實也有一些研究說 其實小孩子在發育的時候 要比較要攝取的是 不飽和脂肪酸跟蛋白質 那這種像過飽和的脂肪酸 其實是對整個發育或者是記憶力都會有傷害 所以它是直接影響到腦的細胞啊 會會會 所以會現在就看得出來喔 基本上像 它應該是慢慢殘期了吧 對啦 慢慢殘期啦 跟喝酒一樣可能大概一段時間 那譬如說老人失智症通常都在65歲之後 盛行率會比較高嘛 對 那你如果說飲食習慣不好的話 你有可能在50歲以前就有早發育 其實我想問一下 所以像我這樣子剛剛答錯兩題 就記憶力減退的情況之下 開始緊張了 會有那種老人失智症的那種就是 可能嗎 就是機率會比較高嗎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會擔心 老化引起的記憶力衰退啦 那正常我們本來人就有一個 就是年紀越大 記憶力會越不好 這是會 可是通常一般而言到 你的就是60歲70歲 其實這些記憶力還夠用 那老人失智不是 跟老化的記憶上 記憶減退是不太一樣 它基本上是有些病離的狀態 那種也是有可能因為這樣引起嗎 還是不一定 其實應該是說目前的研究論文 就是動物和人體試驗都有在說 就是像西方的高飽和性的脂肪的飲食 然後還有高甜食 就是很精緻的甜食 那再來就是中鹹的食物 它其實不是當下 中鹹的食物它是比較類似 就是影響到心血管疾病 那心血管疾病就會意思就是 你的血管的那個會比較脆 比較容易破壞 所以相對其實這三個目前是飲食上 就是對於不管是所謂的 比較長期的記憶或短期的記憶 其實它都是有傷害的 那目前研究方面 最多的應該就是所謂的 然後B1 然後B12 這一類的東西 尤其像B12是跟神經傳導 神經傳導就是假設這兩個神經 它要傳過來的這件事情 可以藉由B12 那再來為什麼葉酸 也會跟它們很有關係 是因為葉酸目前在心血管疾病保養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如果你的葉酸 體內的葉酸不夠 你心血管的這個發生率是相對高的 那所以如果譬如說 你又是伴隨著重鹹重油 基本上心血管的機率是很高的 那葉酸這個部分 就可以去幫你代謝這些 比較不好的一些產物的狀態 那像蘇星有過這樣類似的案例嗎 之前有一個人他是這樣 他是從很年輕 他就很愛一樣東西 叫做泡麵 他非常非常愛泡麵 而且他吃泡麵 一定要把湯喝光光 對 他就一定要把所有的佐料包 加進去 並且重點是把湯喝光光 對 然後人家沒有用完的那個佐料牙 你不要嗎 因為女生有時候都會加一半對不對 對 他就說他以前只要看到人家就加 所以後來他其實有一次是去看醫生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有滿嚴重的 高血壓的問題 然後雖然他老婆一直叫他要注意 他也不管 結果他最後一次 其實他後來就開始發現說奇怪 他明明年紀沒有很大 可能四十幾歲 可是為什麼他那個整個記憶的表現 就是越來越差 後來有一次他大中風 大中風送去醫院之後 他們就檢查 就醫師懷疑他 之前可能就有一些小型的中風 而且小型的中風 就是造成他為什麼開始忘東忘西 因為那些東西 影響了他記憶的運作 所以他之前開始覺得 他記憶衰退 甚至有些行為上的改變 其實都是因為他的血管 已經開始病變 可是一般人總以為 就是老了嗎 四十幾歲 可能開始就忘東 甚至合理的 直到他真正中風 大家才知道原來這一切 都是因為他的飲食習慣造成 可是如果像喜歡吃油炸或中鹹 一時之間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我可以補充什麼樣的東西 來增強記憶力嗎 這是幫少平在問的嗎 對啊 你看他這麼年輕耶 我真的很愛吃這些 應該是說中鹹的部分 真的有點難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高血壓了 我吃太鹹 所以我多喝點水 其實並不會改善你的那個 鹹的那個狀態 對 但是比如說像油炸的食物 第一個就是一個頻率的問題 常常有沒有很常吃 再來就是說我只能說 因為它是一個自由肌的東西進入 你只能多吃一些像 維他命A C E B群的這種東西 去抗氧化這樣子 那你換個角度想就是 你今天如果吃了 假設一個炸雞 麻煩你也點一下旁邊 它有至少有 你知道鹽酥雞旁邊 至少有青菜類嘛 對 青菜也用炸的 對 這就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至少就是好歹 就是稍微平衡一點 因為比如說像維他命A 或β胡蘿蔔素 至少是脂溶性的 你在這個燙的這個 炸的蔬菜類至少還吃得到 只是說油炸的東西 它其實不只還有自由肌的觀念 它現在還有包含什麼叫 糖化終端產物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會影響到 我們一些慢性疾病 像糖尿病啊 腎臟病啊 它包含現在對於 腦的記憶的東西 也是在開始慢慢 越來越多的研究 所以油炸的東西還是少 好 所以這個呢 一定要留意一下 再來第二樣 好 錯誤飲食習慣 可能是生活當中 對 什麼意思 素青 這一個東西呢 有害金屬 它大概是什麼樣的東西啊 可能會誤食到 可能會誤食到 包括呢 第一個像是千 因為我們都知道千 其實對於 比如說像 尤其如果懷孕的時候 你的幼兒的智力的發育 甚至年紀大的 也會影響記憶力喔 那第二 比如說像狗 那你一般人想問 我怎麼可能會吃得到千跟狗 那不會吧 其實你還是吃得到的 哪裡 你知道嗎 第一個 第一個 你們家呢 不知道是不是舊社區 舊社區 因為台灣呢 還有不少的舊社區的房子 的水管 它到那個是千水管 OK 千管呢 所以那個到你家的水 看起來是清清如也 但是千就在裡面 第二個 有很多家長喜歡 給他的小孩子吃什麼 就是大骨湯 或者你們去吃那什麼 古堡有沒有 還要把那一隻骨頭 拿起來洗 要 對 那個骨頭 然後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脊椎動物對不對 脊椎動物 它如果在環境中吃到千 它會把它放在哪裡呢 就放在脊椎裡 真的嗎 是 你知道之前還有人 特地前往去吃那個很少 黑鮪魚的那個龍骨 吸那個鮪 它那個鮪就很晶瑩 我打擦一下 其實鮪魚 它是位於食物鏈的頂端 越是食物鏈頂端的生物 所以鮪魚層上的狗跟千 都高 對 不只是天吃 還有狗 那如果我們吃生魚片 那個鮪魚生魚片 不就是裡面 所以其實他們都有建議說 它的量要 就是含量越高 而且你要吃蚵豆肉對不對 那個油花那個對不對 那最多 所以其實秋刀魚啊 其實算是生物鏈裡頭 因為它是很小的魚嘛 所以它其實反而是深海魚油裡頭 EPA DHA 其實是一個值得攝取的一個魚 而且它很便宜 我突然想要一個案例 這以前是一個榮種的 毒物中心的醫生跟我講 他說有一個案例真的很妙 那個人他就是一個女生 他最嚴重去看醫生的時候 是因為他有時候真的 開車開到一半 他會突然想說 我剛才是要去哪裡 他會忘記耶 有時候就是呆住 然後他想說完蛋了 難道我是 早發現了老年失智症嗎 他就很擔心 然後就去看 去看之後 醫生就幫他做檢查發現 他並沒有一些失智症的 那些病態的變化 可是他們發現他的血液中 有很高濃度的千根拱 不知道哪裡來的 他就懷疑說說 第一個他們 他就說你要去注意 第一 你們家附近 有沒有什麼工廠的排費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們家是不是真的很常吃 那種大型的深海魚 因為之前曾經有人 一家四口 一天到晚都吃大型深海魚 結果四口裡面 只有那個喝母奶的那個 沒有吃到 對 其他都相對的高 然後第三個他就說 你真的也要檢查一下 你們家的水管 因為他去做那個熬盒治療以後 真的他明顯那種 開車開到一半 忘記自己要去哪裡 就明顯少很多 鮮驗的吸管裡面有嗎 有啊 之前他們 在驗吸管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吸管還有籤 現在出現最多的 反而是小朋友的玩具 那些鮮驗的玩具 如果是從比較落後的國家 商檢比較不嚴格的國家 進口 像那些十元商品的 一些餐具 玩具 可能都有很多的籤 所以現在很多的玩具 他們都特意標榜什麼 不含金屬 所以那個都要很注意 當媽媽都要很注意 不過陳醫師 為什麼這個金屬 它會對於我們的記憶力 會有傷害 那個邏輯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這些重金屬 它會跟很多蛋白質 就是產生不可逆的化學間結 那我們大腦裡面 有需要很多的就是煤 來作為它神經活性的傳導 那這些重金屬 跟它結合不分開之後 就會破壞這些煤 然後進而就是沉積在這裡面 讓這個整個神經傳導 就會出問題 那之後阻斷神經 就會讓神經死亡 好來 再來第三樣 第三個 錯誤飲食習慣 經常性的激烈減肥 突然就可能什麼不吃啊 這個應該很多女性 都有一點經驗 邵婷靈感 我有過好像一個禮拜吧 我大概都只吃生菜沙拉 就是為了一個工作 要趕快趕快地減下來 妳這樣一個禮拜可以瘦多少 可以瘦到大概兩公斤 到三公斤 對 這會影響嗎 但那個時候會腦頓頓 可是就只是覺得 可能吃不飽的關係 腦頓頓就是 氣息不好的還在懷疑 應該只是吃不飽吧 剛剛他講的腦頓頓 那當然就是一個 記憶力衰退的一個現象 像英國的食品衛生局 他們就其實有 過一份很正式的研究報告 他們比較就是 結食者跟未結食者 他們包括在一些 記憶性的作業 空間推理作業 還有反應的時間來講 那些結食的人都表現得 有明顯統計上的差異 所以他們當然也呼籲 他們國民不要激烈的結食 那這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腦就是 它神經元細胞在活動的時候 它是需要葡萄糖 作為它的燃料 等於是像汽車的汽油一樣 你處在飢餓狀態之下 你大腦也會處在飢餓狀態 因為它沒有足夠的燃油 所以它就不會 沒辦法跟其他神經 做一個完整的傳導 之後就會可能會影響到你的記憶 可是那個時候 只會覺得就是那一陣子 它會影響到之後嗎 其實你如果說 長期讓大腦處於一個 不良的狀態之下 它當然就是狀態會比較差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的人 常會這樣 因為真的該吃飯的時候 沒辦法吃飯 所以你就會 比如說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可能比如說熬夜 中午應該要放飯的時候 沒有放飯 然後等過了這個時間 你已經忘了餓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沒有再去吃 所以長時間下來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常常會 就是腦子有問題 兩眼八直這種就是 所以要發現年紀月大 你在記腳本上面的力量 會 會 差很多 因為你在長期低血糖的狀態 因為以前不是有一個小女生 因為吃錯的藥 就是本來是要給她阿嬤的藥 結果她吃到 她吃到降血糖的藥 所以她血糖極度降得很低 就變成休克對不對 像休克之後醒來 有時候她的腦就受損了 她不一定可以回來 所以還是有可能 你如果真的極度的低血糖也是可能 可是我講的是另外一個案例 那個女生她其實就是 本來是國中的時候 成績非常好 就是一個成績很好的 胖胖的小女生 然後就考上了很有名的學校 然後她考上的時候高中 不是鬥寇年華就要開始追求 想說這麼好的學校 然後於是乎 可是她就覺得說 我這麼胖 別人都會覺得 就是胖的這樣子 然後她就開始減肥 可是她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瘦身瘦上癮 你知道嗎 她就一路從大概65 一直降一直降 非常迅速降了二十幾公斤 其實後來是她媽媽 一直跟她說 你不要再減了 因為你這樣子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她即使受到40的時候 她都還不覺得自己夠瘦 因為她後來已經病態了 那病態而且同時的情況下 就是她連那個 整個成績都一落千丈 那媽媽本來以為說 可能是小女生開始愛漂亮 所以成績就會受到影響 可是後來抓她去看醫生 是因為她實在太可怕 還繼續在減 那擔心她有一些厭食的問題 結果去的時候就發現說 月經也沒來什麼沒來 然後醫生就跟她說 其實她成績這麼一落千丈 也有可能跟她這種 極度激烈的減肥有關 因為她長期屬於 完全營養不良的狀態 她說你根本就不可能想說 她的身體是有能量 去記得這些東西的 因為她身體是關閉的 她只留下她為生必要的東西 可是怎麼樣算激烈的減肥呢 我們就用一個體重來判斷好了 假設很 超過大概80公斤的人 她一個月瘦到可能6公斤還能接受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50公斤的人 你一個月瘦6公斤 就叫做太快速 對 因為基本上0.5到1公斤是能接受 可是你看那個很胖超過80公斤的人 她一個月瘦4公斤 對她來講小case 你知道嗎 所以就大概她可能超過8 一個月瘦到8公斤以上開始 那真的就是會很明顯 那如果你要長期判斷 你就是看自己的皮膚 自己的頭髮掉落的狀態 然後再來就是看自己的月經有沒有來 那個就會很明顯 有沒有失調 對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 在更長期的你就會發現 譬如說你的皮膚啊 這兩邊都會開始出現顆粒啊 或是你後面啊 會開始出現一些痘痘啊 其實那都是一些營養不均衡的狀態 不一定會出現在激烈減重 可是它會出現在一些營養不均衡的狀態 好像長開毛那種 對對對 有一些人會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也許要考量的就是 不只是你吃的少 而是你吃的對與不對的問題 那如果一般來做減重的人 我都會建議就是 要補一個綜合維他命啦 如果你的熱量低於600卡以後 其實你真的要從食物裡頭 攝取到足夠的維他命礦物質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你可能就要配合了 就是一個綜合維他命 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那一整週好像都忘記帶鑰匙 而且我是 你想那麼久才想起 對 我好努力的東西 那你確定你回家是回對家嗎 沒有 我就是幾乎每天都忘記帶鑰匙 我都要打電話給家裡的人 這樣幫我開門 或是等門等人回來 然後我好像就有一天氣到 說怎麼可能那麼笨 每天都忘記帶鑰匙 然後我就前一天晚上 我先把鑰匙放到包包裡面 說這樣我就一定不會忘記帶 然後結果隔天早上我忘記 我已經放到這個包包裡面 然後我換了一個新包包 結果還是沒有帶出去 太難了 所以這就活生生的例子 對 但是總想過要拯救一下吧 對不對 如果遇到這些狀況 少婷有什麼方法嗎 我有聽說 是不是吃蛋 記憶力會好一點 吃蛋 你終於想到了 沒有 因為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吃蛋 會不會讓那個記憶力變好 可是我一直有一個迷思就是說 只要有吃蛋 腦袋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那個時候念書 我早上有什麼大考 或是要很重要的考試 我早上吃蛋餅 我都會跟老闆娘說 我要加兩顆蛋 然後 然後就覺得我那天腦袋 一定會很清楚 那要不要再一根熱狗 不要 因為我小時候也有這樣子 然後媽媽就會說 因為你今天要考試 那他可能只是想要讓你吃蛋 因為我小時候很不愛吃蛋 他就說那你今天考試 所以如果你想考一百分 就要吃兩顆蛋 然後還要再加一根熱狗 一根熱狗 原來是這樣 真的是騙小孩 覺得好像多吃蛋 然後就會清楚 可是網路上真的有人這麼說 他們說是一顆鴨蛋加白糖 鴨蛋還是鴨蛋 鴨蛋還是鴨蛋之類的 我看到的是鴨蛋 鴨蛋嗎 然後說每天吃一顆 你又記錯囉 對 吃一顆說腦袋會比較好 加白糖是吧 加白糖要電鍋燉煮嗎 電鍋煮 煮一下 然後一天一顆 可以幫助什麼 你記... 還好他沒有忘記 糖病 不是 有可能嗎 醫養師 其實是有可能的 對 因為其實蛋裡頭 它其實我們稱為叫優質蛋白質 就是蛋白質含量高 脂肪少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裡頭譬如說像維他命A 然後還有β胡蘿蔔素 還有最重要有兩個 一個叫做軟鈴脂 一個叫做膽脂 那這個東西都跟神經傳導 是非常有相關的 所以蛋其實真的對於記憶力的保持是有幫助的 但只有鵝蛋有幫助嗎 不會 其實只要任何雞蛋鴨蛋鵝蛋脫腳蛋都OK 要不要糖嗎 要不要糖嗎 但是糖的部分我就覺得這個比較沒有特別的 就是... 邏輯在 對...邏輯在 所以相對如果你今天膽固唇膏的人 蛋它不是罪惡 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蒸蛋或者是水煮蛋是最安全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說吃那個炒蛋啊 荷包蛋 荷包蛋 其實有時候是因為那些的油脂 會讓你的膽固唇更不好 對...所以就是我們年紀輕的小朋友啊 學習力的小朋友 那個蛋每天一顆兩顆其實都還能接受 是OK的 對...那過了四十歲以後 就開始真的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了 那就每天最多就一顆蛋 對...那如果你要高膽固唇的人 可能一個禮拜是三顆左右 三顆 對...那慧如你咧 我是有看過一個一篇英國的報導 上面就是有寫說 好像你每天如果可以聽莫扎特的音樂 可以增加你腦部的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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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叫做 最先做出來的 他們認為這巴洛克時期的音樂 會讓我們心情愉快 同時音樂也會增加我們空間的推理能力 所以確實在測試上那些受測者 他們的表現有比較好 那後續有很多心理學家 一開始他們覺得說這種怎麼可能 所以他們抱著懷疑的態度去做 結果後續的幾個研究 也都很類似的效果 他們是認為巴洛克時期的音樂比較好 莫扎特音樂不錯 我想這個原因可能是 這後面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莫扎特音樂 他也許是比較輕快 比較愉快 然後比較舒服的 那巴洛克時期的音樂 也都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像我們也是這幾天吧 報紙上也是提出一個英國研究 他說讀沙士比亞也會增加記憶力 其實我想這個東西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的意思是說 它增加你大腦的活動 然後也許它裡面的文詞很優美 然後讓你處於一個愉悅的心情 重點是在愉悅就對了 放鬆愉悅 所以如果說我喜歡聽電子樂 然後就會 但是我很愉悅 所以也許對我就有幫助 也許啦 可是太過吵雜 它其實會對於我們的注意力 會產生別的干擾 所以一般來講 認為那種巴洛克時期 比較輕音樂 之前我就參加一個醫學會發現很妙 他們現在還是有人在做莫扎特的研究 他們在針對什麼 他們讓那個實驗動物 聽莫扎特的某個片段 然後去做那個 腦的癲癇的刺激 就發現妙了 給牠聽這個莫扎特的那個老鼠 牠癲發作的次數就會減少 所以說或許 或許這些音樂對你腦部 到底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反應 或許還有一個很大的科學 可以去研究 因為你知道嗎 人家以前都說莫扎特是天才 這種天才是 他們是 他們的音樂是來自於他們腦海裡 說不定那個真的是有些特殊的 真的很難解釋 不過我前兩天才看到有一個報導 是說什麼人如果是發呆或放空 讓腦筋處於進空的狀態 也有助於專注力跟創造力 這是可能的嗎 我想這個放空指的是 你在一連串忙碌的生活之下 就是讓自己有些舒緩的期間 要不然你長期的放空 容易罹患老的失智症 對 因為不曉得怎麼辦 對不對 Julie姐 像我的部分就是 因為我是一般主婦 所以其實放空的時間是比較多 我們從剛剛的分數看得出來 不要這樣子 我已經有點在進步了 可是我發覺說我們這種主婦就是什麼 體力上面要比別人稍微再多付出一點 對 所以其實身體是累的 可是腦筋是放空 所以呢 後來我就在想說 我一直長期處於這種放空狀態 也不是挺好的 所以我就自己發明了一套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在睡前的時候 不是平常的人就是看劇嗎 或幹嘛 我就想說那我來玩一些簡單的遊戲 讓我 復健一下 對 我就覺得讓我自己 因為你要打麻將你要找四個人嘛 對 而且打麻將會花太多時間 所以我就講了一個很簡單的 這些比如說動腦的遊戲 就是有點說什麼 什麼腦力激盪 腦力測試 什麼每天玩五分鐘 什麼激盪裡的腦力 是輸啊 速度嗎 iPad上面就有這種app裡面去找 或者是其實我最常玩就是一些比較routine 就是比較固定的東西 像什麼超級市場啦 飯店啦 這是什麼樣子 這是什麼樣子 我玩什麼呢 不是 它就是你要固定式的去做一些 你要去經營就是 你要去經營它 你要動腦說我要先送 我要先送牛奶給你 然後我才能送花給它 然後我在它房間去整理 就是你要思考邏輯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在訓練我自己的思考 所以以前你也曾經比如說 類似開心農場 你就會固定去玩 對 八個小時到了 要去收了 對 可是稍微比那個再稍微 tempo再快一點 那還好有這樣的遊戲幫助你 所以才錯兩個嘛 對不對 對 陳醫師這個有用嗎 那有用嗎 我想速度其實有用 有研究就是包括玩速度啦 或者剛才我們在聊天提到那些桌遊啦 甚至打麻將啦 或者是說玩橋牌西洋棋 所以在研究上其實做這些遊戲人 比起不做這些遊戲人 的老人失智症機會是比較低的 其實大腦齁 它有點像是用盡廢退這樣的那個 嗯 就是說你越用它其實 就是越不會退化 這個東西當然跟大腦一些 就是激轉有關係 因為我們腦神經會一直死亡 可是你一直動的時候 它旁邊的細胞會輔助這個死亡的細胞 可是你如果不動的話 它死掉就死掉了 有道理喔 可是真的耶 沒有辦法死而復生 比如說你在外面 大腦的細胞可能沒辦法 你在外面工作一整天下來 都很忙很緊湊 然後你的腦筋一直在轉 然後有時候回家洗完澡 睡覺之前 你可以可能拿出iPad 在玩這些遊戲 然後就有人會講說 蛤 你都已經一整天睡覺 你為什麼還要玩 可是有時候反而 你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是讓你覺得 比較放鬆 轉移了注意力 不會再去想 之前發生的事情 然後今天的工作是怎麼樣 雖然有時候你是 感覺好像在玩意志遊戲 但其實反而可以讓自己放鬆 會 我也覺得每天就是 反正忙完一整天睡到前 大概十到二十分鐘 看自己喜歡的小說 我覺得那個反而會有休息到 這些都是方法嗎 所以時間無所謂 就算再累 回來我做這些事情 都有幫助 當然我想剛才大家說 你為什麼那麼累了 還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基本上累 有時候是勞逸 勞逸其實不會帶給你愉悅的感覺 其實愉悅的感覺 它會減少你壓力感 像你在壓力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上 會產生一些所謂可體鬆 那些東西會對記憶的儲存有傷害 所以基本上讓自己心情 處於愉悅也是一個預防老人 失智的一個方式 不過我們如果胃老先摔的話 可以吃什麼東西來增加記憶力嗎 這很重要 應該這樣說我們先來談 先避開 然後再來講吃什麼 避開就是剛才我們總結一下 比如說炸的東西 不好的油脂 然後再來鹹的東西 那比如說像加工食品 貢丸 香腸 火腿 那再來就是說像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 維他命ACE 或者是貝塔胡蘿蔔素 或者是B群 葉酸 這類的東西 比如說生命色的蔬菜一定會有 像是黃豆也會有 或者是像潑菜這些都會有 就是多吃一些不同顏色的蔬果類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提醒大家 其實也要注意有一些人 因為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他可能對於像咖啡這種東西 或是茶的東西 可能要注意一下 以免影響他睡眠的狀態 也會造成他的記憶力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像是有一些人 如果他真的太胖 我會建議他減重 大家有沒有聽過呼吸中止症 有嗎對不對 所以因為如果說太胖的人 他有呼吸中止症 他不只影響到睡眠的部分 其實他長久下來 也會影響到你心臟和血管的部分 所以久了以後 對於腦力也是會有影響的 那另外再來就是 鼓勵大家就是運動啦 因為現在人壓力大 其實在運動的過程 是可以產生一個抗壓荷爾蒙的 可以讓你的壓力是更容易釋放的 所以有些睡前呢 就是像有兩派的學說 就是睡前建議要運動 但是他們不建議是那種很強烈的 跑步的那種運動 因為那可能會讓你太high 等一下反而睡不好 是一些比較靜態性的 慢走性的這些運動 會比較適合這樣 了解 如果從生活面來講 有沒有什麼一些方式 可以改善我們的記憶力 方子也會影響你的記憶力 比如說第一個 是風水嗎 算是這叫做應該也算是一種 健康的住宅風水 比如說你選擇的漆好了 以前有人習慣選擇那個防鏽漆 可是有些防鏽漆裡面含鉗 所以小朋友在玩來玩去 他們是很習慣摸摸摸的東西吃嗎 你可能不知不覺 就在傷害他的記憶力 所以你選擇漆 這個現在很多人呢 你家的那個冷氣 是沒有對外換氣的 尤其是那種分離式冷氣 你仔細細看 它沒有對外換氣 所以你很習慣性的都不開窗 每天都用這個分離式冷氣 在當你的空氣來源的時候 他們這個時候去測 就發現你空氣中相對二氧化碳 是高的 這個時候如果是你在廚房 還有煮個什麼水 它又不完全燃燒 連一氧化碳也會微量 這些東西都會讓你 你紅血球攜帶的氧氣是不夠 就很類似是貧血狀態 所以其實也會影響你的專注力 你的記憶 還有你的用各種的腦力 所以你看你光是這個 就是第三個 甚至你知道嗎 如果你長期處在過敏狀態 就是說你那個家裡很多塵蠻 你不管它 那玩偶我要放一堆 這些塵蠻 讓你小朋友處在過敏狀態 它可能鼻子在發炎 它就形同像是呼吸中指 因為它整個呼吸狀態 是不順暢的 一樣會影響它的學習跟記憶力 所以你要知道 住宅風水真的很重要 我的天啊 如果你除濕劑又不開 到底說那黴菌又長更糟 更糟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要注意的 這都跟你的有關 傷害無所不在 對 那怎麼辦咧 我不想忘掉我心愛的家人 過去美好的回憶 那七個數字還記得嗎 1526429 有 有 過來了嗎 這樣就不用了 可以 過關 好 再沒問我 因為我也不記得 好 所以到底最後要怎麼提醒大家 增加腦力呢 西亞圖那邊有一位叫做解醫的心理學家 他曾經追蹤五百個病人 然後追蹤四十年之久 他是對這種老化 整個研究是最大規模一種 結果他發現有三個最重要的東西 是可以減緩老人失智 或者減緩記憶力衰退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心智活動的方式 他有發現到喜歡玩速讀 喜歡玩橋排 玩西洋棋的人 是比較不會得老人失智症 然後第二個就是 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身體的狀態 你慢性病的人 他可能比較容易得憂鬱症 同時他外界的刺激會比較少 所以他也會比較容易得到老人失智症 然後第三就是你的生活態度 就是因為每個人生活中 都會充滿一些挫折 如果你對於挫折 有一些比較有彈性的適應方式 在我們心理學上講 就是一個樂觀的心理 那這我剛才提到說 其實他可以避免可體鬆的產生 因為壓力大的時候 可體鬆會增加 他會影響到你的記憶 所以他就提出了幾個方式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你要保持健康的身體 所以要固定的運動 然後同時作息要正常 那我們剛才提到睡眠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說 因為我們記憶的儲存 是在所謂的快速動員期 所以你睡眠不足的時候 他記憶的過程沒辦法形成 所以你要有一個充足的睡眠 然後第二個當然就是 要有正向的認知 你對生活認知要是正向的 要是樂觀的態度 你心情愉悅的話 你就會比較不容易得到 就是記憶力衰退 然後我們先跳到第四個 第四個其實也跟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說 大腦心智活動 然後第三個 其實他們研究的對象 是所謂的肥皂劇 他大概指的 不是看我們這種 抑制性節目 OK 感謝你 如果你一直看肥皂劇的話 因為研究上其實看電視 在大腦的活動量 是比較少 比聽音樂 看書 甚至與人交談 都來得少 真的啊 所以他們認為說 因為看電視是個被動接受訊息 所以他們認為 可是我們很融入那個劇情 對啊 會想情報果啊 我會跟著他哭 會跟著他哭 研究上他們是建議 像謝怡這位心理學家 是建議我們關掉電視 走出戶外運動 會讓我們記憶力更好 OK 好 如果你想要記憶力越來越不好的話 就繼續這樣子 其實我們大家一般 好像就有一個固定印象 認為說記憶性越來越差了 那是因為我們年紀就是大了 時機就是到了 但是其實跟我們的生活習慣 跟我們的飲食狀態 跟我們很多的因素 可以有相互的影響效果 所以如果我們要讓記憶力 一直到八十歲 還跟三十歲一樣的話 麻煩大家了 真的 年輕的時候良好的生活習慣 歡迎調出 未來在飲食生活各個的層面 也要配合好 對 希望大家都能有好腦力 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